人类文明史已有几千年 五分钟能做什么事 1969年7月21日2点51分 美国宇航员阿姆斯壮走出登月舱 沿着阶梯下到月球表面 五分钟后他踏上月球 说了一句名言 一个人的一小步 整个人类的一大步 全球六亿电视观众 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返航时三名太空人 进行了一次电视直播 他们都很谦卑 克林斯说 虽然你们看到的只有我们三个 但幕后又成千上万的人 为此做出了贡献 埃德林说 回想过去几天 圣哥出现在我脑中 我观看你指头创造的苍穹 和你百列的月亮星辰 人算什么 你尽顾念他 阿姆斯壮说 这次飞行的责任是历史赋予的 是科学先驱赋予的 是美国人民的意志赋予的 愿上帝保佑所有收听收看 我们直播的人 人类的千年梦想 为什么由美国人来完成 答案可能成百上千 但有一个答案 要追溯到1783年 一个伟大的五分钟 奠定的基础 1783年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 12月举行了一个仪式 总司令华盛顿把权力交还给大陆会议 华盛顿的讲话十分简洁 我已经完成了赋予我的使命 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 并向庄严的国会告别 我仅在此交出委任 并辞去我所有的公职 大陆会议议长回答 你在这块新的土地上 捍卫了自由理念 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 树立了典范 你将带着同胞们的祝福 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 但是 你的道德力量 并没有随着你军职一起消失 他将激励子孙后代 整个仪式只有五分钟 这一交一接非同小可 被历史学家们称为 人类文明史上伟大的五分钟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单靠内心的信仰 就主动放弃了出生 如此建立的最高权力 堪称人类文明的一大步 18世纪的世界各国 统治者不是国王就是皇帝 无论是睿智还是昏庸 都紧抓权力不放 到死不肯撒手 华盛顿率领仓储成军的民兵 打败了日不落帝国的精兵强将 其声望如日中天 拥胆劝尽者众 而他却毫不恋战 结甲归天 圣经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华盛顿执意退隐 神却要让他再做两件大事 首先他领导制宪会议制定美国宪法 建立了总统制 联邦制 代以共和制 相结合的新型国家制度 确立了主权在民 三权分立等原则 第二 担任美国总统 华盛顿没有竞选总统 却在1789年4月 全票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 四年后 再次全票当选 美国法学家史密斯说 他从不选夸 也不以承认基督徒为耻 他把宗教带到政坛 也不曾丢失在那里 1796年 在大家推荐他连任第三届总统时 华盛顿说 若再选我当总统 美国就没有真正的民主了 华盛顿的谦卑 让他开创了摒弃权力终身制的范例 在这样的体制下 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 地尽其力 每个人都有机会 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 梅利坚亦飞冲天 这独特的体制 吸引了全世界杰出的科学家 工程师 企业家 美国大步赶超欧洲 到20世纪初 已知世界经济牛耳 可以说 没有1783年的华盛顿 交出权力的五分钟 就不会有1969年 人类登月的五分钟 谦卑造就伟大 谦卑成就伟业 谦卑创造历史 美国的200多年 何其辉煌 华盛顿是我们 每个基督徒的榜样 每天一点点 世界大改变 订阅就是支持 转发也是宣教 请您继续关注新式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